歡迎鄉親收看高貴22號的新中華新聞 我是林浩 立浩 新聞一開始 我們先來關心到第六個全國社區教育公開基點 高峰論壇 22號 第六項期版 中華官場翁飛米 衛生後日報社會和家庭室副書庫 州道軍頂人 共同餐務 透過論壇的行程 經過中央和地方亦無接行交通 騎到備台 提供人員交流 比處混用亦無推動經驗 提供社區公開基點 何不好人 第六個全國社區教育公開基點 高峰論壇 今天到達台六項度 和穿一回等基板 中華官場會比 衛生後日報社會和家庭室副書庫 州道軍頂人 都全港前來產物 官場表示 會中安排衛生後日報社會和家庭室 將對社區教育公開基點建設 進行全地演講 由管政府和貧政府在地 和社區教育公開基點 何不推動 並且醫科基保養 共生社區 中間心電照顧為主題 邀請三位專家 學者和六位 事部工作假作分享 特別感謝社家室 和中華經典協會 宏理市長選擇 跟我們中華官來舉辦 全國關懷據點的論壇 這次最主要有三個主題 包括我們的社區共生 還有科技的包含 以及我們長者的心靈照顧 中華官也做了一些長輩的一個相關的服務 也在這邊做相關的一個分享 包括整合式的社福大樓 我們走私PP Co 以及我們的長親卡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關懷據點跟牙齒 這個部分的一個社會福利的落實 那另外的話 在這邊也邀請大家 九二三到十月一號 一起來參與我們的建縣三百年 那除此之外 再次的要謝謝很多的社團協會大家 對於我們關懷據點的一個這個協助跟照顧 我們希望更多人一起來共襄盛舉 讓在地安養在地最好的照顧 能夠落實在長輩的身上 那這個也謝謝我們的這個理事長 他們的定義的來用心 那希望透過這樣大家的一個這個分享 那能夠讓更多的長輩能夠受福 那新政府這邊也有幾個 包括我們的我愛我的老樣子 還有另外我們的這個電競 那讓我們輕盈都能夠共融 讓大家都能夠更年輕 關懷這次透過論壇行事 研究人員家庭入部自行交通協調北台 提供議會另外的保障交流連議 分享大家的劇部推動經驗 啟發新的觀念和新作法 提升社區關懷記點 讓我們好聯 新中華新聞創人簽六港 《彩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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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不得》